胆结石一般是由于在胆道内发生结石,从而引起炎症或者感染的疾病,算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疾病,胆结石患者在生活中一定要非常的注意饮食,才会有利于结石的消除。 那么结石不能吃什么,又能吃什么? 以下内容为你解答 1. 什么是胆结石? 胆结石是由于胆道系统内发生结石而又发的疾病,结石在胆脑内形成之后会刺激胆脑粘末,导致胆脑的急性炎症,胆结石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疾病,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胆脑癌,不过这几率还是很小的。 2. 胆结石一吃什么? 1. 粗粮,新鲜蔬果,有利于酱蛋不醇,一多吃,特别是富含维生素A和维生素K的,比如,西红柿,胡萝卜,菠菜,阿气,花结菜等。 2. 肉类以瘦肉,鸡肉,蛋水与虾为主,这些食物不仅低脂肪,还富含油脂蛋白质。 3. 水果的话多吃富含维生素A的,对坏有胆结石的人,有帮助,比如听货,香蕉,金菊,橙子,杏仁,五枚,山楂等。 3. 胆结石不能吃什么? 1. 少吃多脂肪,高胆固醇的食物。 2. 多脂肪和高胆固醇的食物不容易消化,会在体内堆积,从而生成,吸出,结局,成食。 所以平日中要少吃这类型的食物。 2. 刺激性食品少吃,比如咖啡,龙茶,酒,辣椒,芥末,烟等都容易加重胆汁的排量。 3. 患有胆结石的人对这类食物不好消化,吃多了只会加重病情。 3. 容易引起胀气的食物需要少吃。 3. 地瓜、洋葱、黄豆、韭菜、大蒜、萝卜以及切水类性的饮料,都非常容易引起胀气,尽量少吃。 4. 生冷的食物不吃,凉拌菜,能饮都不要吃。 5. 故意,年性高的食物需要少吃,比如炒饭、炒肉、糯米制作而成的年糕、中脂、糯米饭等。 6. 胆结石患者不宜多喝牛奶。 牛奶中的烙蛋白不宜消化,脂肪球大不仅不宜消化,还对肠道有一定的刺激作用。 牛奶中的质膀消化需要胆汁,所以无形中会加重胆囊的负担,从而导致病情加重。 所以不宜多喝,只在人们生活中,占据着无与逼你的地位,实施一把双刃剑,既可以有利于一个人的健康,又可以为他一个人的生命。 所以懂得如何吃很重要,在认真地了解了感结石不能吃什么,又可以吃什么之后,一定会对胆结石患者有很好的帮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